大家好,前後英國生活都差不多一年了 轉過四份工作,三份是文職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工作的見聞 給未來英國的朋友做個參考 內容可能會大驚小怪,希望多多包涵 找工作的經歷先說 話說去年年中在Indeed上申請工作 其中一份就是廣告公司 本身在香港有少少經驗,所以博客 剛剛來到英國時,英文說得非常差 但幸好他們請了我 親身經驗,發現這邊找工作和香港的做法相似 但模式非常不同 前後見過酒店,能源公司,廣告公司,大集團,超市 一些低級的職務,在香港一般只會見一輪 但這邊需要見兩三輪,一般都搞成一到兩個月 有些見公司,還會group interview 十幾個人一起做同一個任務,然後一起合作 而有些需要二十分鐘內看圖作答問題,還要計算 而有些很輕鬆地大家見面聊聊天 我希望下一條影片可以詳細說多些面試內我得到的心得和經歷 說回廣告公司上班的情況 文職的辦公室,現在已經不少在行Hybrid 即是一星期大約回兩天或三天,甚至完全是work from home 但無論哪一種都需要回辦公室 雖然這邊的辦公室沒有香港中環的那麼漂亮 不過大鄉你,當然是甚麼都拍下 公司就行貨目的模式,靠大家自律,其實都頗爽的 而午餐就有外賣的小檔 大約七到十磅可以買回去Eto 例如這個混蛋雞,Jerk Chicken 或者偷吃下公司的三文治 又或者是吃ready meal 我一般是自己帶飯盒省錢的 當時剛剛入職,疫情嚴重 公司都是靠快遞送電腦上門 連入職的介紹都沒有 充電器壞了,又或者上不到公司的內聯網 都是靠自己撿散 日常工作的內容都不愛乎用meeting三寶 Google Meet, Teams和Zooms 跟客戶和供應商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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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漏和做漏是很平常的事 同一个道理 如果出外吃饭 见到无耐心不停举手叫waiter的食客 就好易看得出 他们是刚刚来到英国无耐的朋友 工作之间都参加过一些大型的media event 类似香港HKTDC的业界交流 但内容就更加集中 专业 而且要收费 一次过可以见到平时跟你合作的伙伴 当日入场当然要先咸口水 然后都不外乎每个摊位握手 听听讲座 我会特别推崇这边的讲座 因为言之有物 内容是有理论基础 与香港的活动倾向集中networking是非常不同的 而且将非这么贵 每场当然有包饮食 公寓的时间与香港都相似的 例如happy hour 之前圣诞节都厉害在公司搞了个secret center 大家在网页上面列举有兴趣的小物品 低约10磅左右 然后在罪会上送礼物 我就收到这个 质素非常高 每天都在用 多谢RIMA 另外就要留意 这边是行AA制的 除非你是华人公司 否则不要期望有吃阿公的情况出现 我非常之不捨得这份工作 同事都很好 希望大家all the best 有兴趣可以留意下我的blog 想找digital marketing的工作 相关的证书连结都贴在网站 考定过英国对于找工会有帮助 因为香港不看但是外国会看 下条片会进一步分享下心得 市场推广的工作集中在哪一区 加班的文化、廉伸的范围 工作简历的要求 众多遇过面试的问题和挑战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记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下集见